嗨,我是黃吾妍,在我身邊的是Pasu 她是7月24日帶到這首歌的MV導演和創作主導演 我們今天會有這段影片,因為發現MV出現後大家都很喜歡 而且大家都很熱烈地討論MV的內容 所以我們就找了Pasu一齊來討論MV裡面的一些小細節 你是村上春蒜迷,是嗎? 是,是,村上春蒜迷 村上迷,所以我先說一句歌 因為我們從兩個月亮開始圍繞著每一首歌 因為在最初看完《1Q84》之後 我自己在裡面感受到很多東西 我覺得那些東西可以放在歌曲裡面 所以就跟了樂儀說 所以我們由《2Q84》開始 《Little People》和《世界爾》和樂儀歌唱 其實都是拿了它裡面的一些意象甚至是人物 而《1Q84》這本書的主角有一個很實名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在村上春樹很多作品都有 就是那個孤獨和寂寞感 是,這個是有那種,它有解釋 就是因為很多都是他們自己一個人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做一些生活上的事情 但它全部都是一個人,很寂寞地去做 所以它是會有一種慢慢滲出那種寂寞感出來 我自己覺得是 所以我看《村上春樹》也是很喜歡這種感覺 嗯嗯嗯,是有自若狂的傾向 所以就是這樣看 對呀 然後除了這個孤獨感、寂寞感之外 也是一個混沌的狀態 《村上春樹》這本書《1Q84》很明顯 然後我們做樂的時候 樂有介紹了每一本書 就是7月24日大道 其實這本書的主角 他同樣都有不同程度和不同狀態的混沌和孤獨感 所以我們就想 其實這次在講混沌的這首歌 可以有一個文學和文學之間的交流 我知道你本身是看很多《村上春樹》的作品 最初找你做這個MV的感覺 其實 我最初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就說是 會用《1Q84》這件事去做 我第一次聽聽 我是覺得很喜歡的 因為 終於有人做《村上春樹》了 YAY! 我覺得這件事很吸引 因為Sophie我很喜歡 另一件事就是 究竟用什麼元素去做 我覺得這件事也是要去想 因為他有很多東西在裡面 有很多東西好像 他那種寂寞感 或者可能他那種一個人 他每個人 因為這次《1Q84》 其實他的故事其實是有《青柳》的添裂的 其實他們是由兩個很不同 就是一男一女的男女主角去說整個故事 那怎樣可以拍到 有那個感覺 又可以做到 拍到一首歌 或者可能有那個寂寞的感覺出來 那一刻我自己也想了一陣子 可能你在拍MV之前 是用了兩天時間重溫 是嗎 兩天半 好厲害 兩天看三大本 好一點 我建議大家千萬不要 你是同地看的 我接近是同地看的 我有睡的 但可能我是看一陣子 又睡一陣子 看一陣子又睡一陣子 那種狀態去看 所以 沒有 真的不好 因為我還一直看 一直要抹 這個有用 這個段有用 然後馬上接割 然後馬上做那件事就 嘩 所以你是有做到那些 有的 有的 然後我也是做 7月24日大的 我們兩個好像做了個讀書報告 對 對 我們的audi book 就是讀書報告 我們現在是在交流 讀書報告 交公報 我們就快完成了 很快就會有另一個讀書報告出來 沒錯 沒錯 在讀書報告之前 我們就是一個很漂亮的MV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裡面的細節 如果以一個導演的角度 如何去解構這個MV 你會想大家 其實我自己會這樣想的 因為其實我們看了1Q84 或者我們看了7月24日大道 我們知道而已 但其實觀眾 他們可能未必會這麼清楚 整件事的問題是怎樣 或者可能是 究竟這個故事發生什麼 其實他們未必很清楚 嗯 所以我其實拍的時候 我在想這件事情 就是 未看過的人 可能他會 都會知道 其實這件事是 一個人的直播 或者一個人的混沌 我自己想這樣做 如果想知道多些 他可能會看1Q84 或者可能會再了解多些歌詞 或者可能再看7月24日大道 如果知道的人 有看過的話 可能他又會發現某些事情 可能例如 因為裏面有個主角 其實叫青霸王 所以我就用了 即你就是青霸王 你就是青霸王 所以其實我就會用很多 顏色上面的東西去做 例如你的衣服 可能就是青霸王 就是青色 去到一間青綠色的房間裡 其實就是青綠色的房間裡 其實就會有一個情景 其實就是 在1Q84裡面 青豆小的時候 被人欺凌的時候的狀態 這個其實就是 看過的人 可能會想一想 可能會不會是青豆呢 可能沒有看過的人 可能就會想 咦 它發生了一件 好像傷害人的事 究竟會是怎樣 我其實想做那件事就是 看過和沒看過的人 其實都會有 一個公明 那種寂寞和無奈的感覺 其實就是 這個就有一點想這樣做 有很多朋友 即是看過1Q84的朋友 沒有看過的朋友 都很感受到故事 即是1Q84和青綠色的大道 給予到的那種混對 和那種孤獨的感覺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 是很厲害的 是要做到的 真的 你都會這樣 手曲還是唱得好 謝謝 為何會這樣減載了 為什麼 我想說 看過1Q84的朋友 有跟我說 第一幕 他們是很明顯 可以升到青青 要走去兩個月兩個世界的狀況 嗯 所以 你是不是有 放了7月24日 帶到的一些小元素 在裡面 即將兩件事 其實兩件事都有 其實兩件事都有 1Q84其實就是 有一個公路 去一個二世間 其實7月24日 都是有那種 女主角幻想去到那個世界 我將它擒拜 在隧道發生 嗯 其實我這個有些少少安排 接下來就是 之後的MV 其實它都會在隧道再發生一些事情 我很想會見到那個 好 回來了 其實在那個故事裡面 其實就沒有 不是天吾去車 青豆去兩個月兩個世界 其實不是的 不過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想做那件事 好像是一個循環 嗯 所以就會有 天吾去車 所以我這個有少少改變 其實這個就是一中日 其實就已經去了兩個月兩個世界 所以就 那個隧道其實就是 有少少兩本書 加在一起的感覺 嗯 去到最後也有 小青豆和大青豆 站在兩個月亮前面 這個是有什麼含意的 其實 其實這次我們拍這個MV 其實就是一個罪來的 是 這個罪 其實接下來 會有幾個故事 會發生的 是 第一個我們一起拍的MV 其實就是 在說很多事情發生 就是一種寂寞 或者人的孤獨 或者是當你 或者可能說回自己 或者可能說回自己 那種 當你一個人 內心裏面 很悲傷 或者很無助的時候 怎樣可以走出這個困境 其實就是 最後那部分就是 會有一個小朋友出現 你牽著那個小朋友 其實那個就是 我自己創造的那個角色 就是它是小青豆 那這個小青豆 其實它就會在下個MV的故事裡面 出現 就會跟你去做一些事情 那那個是什麼呢 那我們就 到時候再看 那個就是 所以那個就是小青豆 很多朋友都有留意到 我們今次的MV有一個新造型 有一個四條編的造型 你可不可以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很新的造型 其實我自己有 其實我除了那個四條編 其實整體的美術 或者整體的感覺 其實我今次是想做 你是會中性的表情 中性的表情 其實是因為 其實在那個MV裡面 你經歷了 或者其實那首歌 我翻過去最簡單 翻過去最黑心的 那首歌其實就是 你有混亂的時間 你有軟弱的時間 或者你有無助的時間 但是你有一個出發點 就是你選擇去做一件事 去釋放 或者可能給其他人去了解 我自己覺得那個精神狀態 其實我覺得是要忠誠一點 它較為堅強一點 我覺得那件事就會 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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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都可以叫做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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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會今次 我印象中記得 你之前很多MV都是穿著 所以我今次就想穿著 一些 重點的衣服 還有那個邊 其實都有這種感覺 因為入到兩個月亮的世界 我就想你堅強一點 所以我就想 不是平時那個頭髮的整髮 就是去做邊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邊是很相似的 你可以嘗試留長一點頭髮 可以 之前說很長 現在可以再留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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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自己很感受到 就是最感受到 孤獨感 在MV裡面 是 我跟天吳 就是青鵝和天吳 同時 在一間房間裡面 同時看著 同一個畫面 就是三至五個畫面 但是他們沒有交流 跟著 然後天吳就離開了 就剩下青鵝的一個 在那邊看著外面的畫面 即使是兩個人都依然很孤獨 但是走了之後 就這麼孤單的那種感覺 我是很著迷 很虐心的感覺 我也很喜歡那個畫面 其實那個畫面 我們那個 讀書報告 其實廿實就是那樣 你記得嗎 我有寫過 天吳 對 他們唯一會 每年 其實就是那個 唯一 少少出現 然後就 對 因為天吳和青鵝 本身的故事裡面 一開始他們已經分別了 在兩個平衡時空 所以就是 他們覺得他們有連系 小時候 其實他們是同學 但因為兩個都叫做邊緣人 所以其實都沒有什麼 聊天 他們聊天的次數是小 之有小 所以之後他們一直在 平衡時空沒有接觸過 我覺得那個畫面是很做到這件事 很慘 對 而且他看出那個 是超現實的世界 對 很日本 那個位置真的很吸引 對 是不是很想知道 那個吸引的位置是怎樣 那就要去看MT 大家記得要去7月24日帶到的MT 而且我很期待接下來了 那幾個影片 對 因為是續集 就是我們將 之前一開始兩個月兩個 那些真的很concept 然後將我們那個意念意象的東西 表達出來 但現在就直接把所有意念加影像的東西 全部真的用影像就落實了 所以我是挺期待的 剛才我們說的讀書報告 其實就是傳說中的音樂錄 因為我們各自 即是Partial在1Q8歲裡面找了一些quotes 而我也在7月24日帶到裡面 找回一些對應的quotes 因為其實兩本書是 是share了很多共通的東西 所以我們很想用這個方法 去讓大家同時間感受到兩本書的 一些共通點之外 都讓大家去理解多了這兩本書 所以這是即將會發生的事情 是 而接下來 其實 就是讀書報告 是的 我們的讀書報告 這是我們兩個的功課 給大家去15月了 而9月30日開始到10月中 其實都會有一個和成品的crossover 就是我和黃樂儀分別在自己的書櫃和自己看過的書櫃 我們覺得曾經是一些比較迷惘的時期看過的書 而那些書又真的幫到我們走過那個迷惘期的 所以有一列的書 而在尖沙咀成份 都會有一個書櫃放了我們那些書 但那些書 你就不會看到一挑八四 你會看到那本書包了包裝 然後上面就會有一個字詞 即是寫著迷惑 那可能你如果那時候有迷惑 或者你很想得到某種感覺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看那個字詞 去找回相片的書 但我在這裡要很正做地跟大家說 要愛惜書本 因為那些書 是有很多是我自己國外 在我自己的書櫃裏拿出來 我最後是會拿回家 所以大家是一定不可以畫花 和弄髒和弄爛的 好,宣告月份 那我們 你們這麼有氣勢 我立刻說 對的 我會說 很正常 好的 那我們到時見 好,謝謝 謝謝